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Eva 那今天呢又到我们的开箱时间 介绍的就是也是团员买的一个YSL的小皮夹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那St.Lauren它的一个盒子呢 也是一个硬挺的纸盒 然后它这也是一个十字写纹的 那这边呢有两个方格 里面写着St.Lauren 它这面有贴着这样的一个平夹的一个编号 好侧面呢可以看到 这里就有它的这个包包的长什么样子 然后以及它的一些型号 侧面其他就也没什么底面 没有任何的画案 那我们打开之后呢 就是它St.Lauren的包包 放着一个小的就是防尘袋 然后呢再来呢 就是会有它的一个保证卡 出厂卡 那这边会特别写 就Batmat in Italy 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防潮记 好那Eva觉得这皮夹 其实还蛮适合当礼物的 因为在欧美电商啊 就是大包是不会有盒子的 但是皮夹呢它就会有小小的盒子 所以我觉得拿来当礼物是还蛮适合的 好来当作帮团员们检查 好那YSL的皮夹 它都会放在这样一个黑色的防尘套里面 我觉得很有质感 那这次团员买呢 是它的一个短夹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详细季节 避免就是你要找代购买 或是跟Eva买 或是在哪个地方买 想看看它到底是不是正货 来看看吧 好那可以看到它的皮质呢 这个我们叫做鱼子酱 它就是一个颗粒的 好那这个颗粒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一个是它不容易皱也不容易渣 所以呢 其实还蛮多人想要比较耐操的 就会选这样的皮质 上面呢就是一个精致的YSL 没有任何的焊点 好打开呢 这是一个瓷扣 那它这一格呢 这上面有写的就是 Saint Laurent Paris 这一个的扣子上面呢 也是有打上它的精致的字样 好那这个里面有什么呢 我们来帮大家看一下 好这个是空白的纸啦 然后呢这个是MyTeresa的 它这个就是说 如果你要退货的话呢 这个请不要把它打开哦 要不记得把它放回去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拉链 那我觉得这个拉链放零钱的 也算还蛮实用的 因为毕竟 大家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零钱嘛 然后这边后面还有一个袋子 就是可以放你的一些卡片 所以有一二三三个一个放卡片的地方 那这地方呢就是可以放鞋 但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办法放整张纸钞耶 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吧 好啦那我们要来测试它可不可以放下 一千元 因为我们刚才感觉它有点窄 果然它放进来 嗯好啦还是可以啦 可以看到 这一千元它的深度 然后长度呢 都可以 其实它放下去之后还蛮深的耶 看 它有留大概三公分的一个 2.5公分到三公分的一个高度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五百一百可不可以咯 好 五百一百当然是没有问题啦 好那我觉得这个包 还蛮出乎意料的好妆耶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次呢 团圆买的这个YSL的一个 双折两折的一个钱包 我觉得开箱之后觉得还蛮不错的耶 害我有点心动 它除了就是可以放钞票 零钱 然后有三个可以放信用卡的地方 它背后这边就是隔间 这样可能 例如说你可能有一些可能发票啊 或是做悠悠卡 你可能有一些Token 就是停车的时候的停车 你的那个币 停车币都可以放这边 所以我觉得这个拿起来 我个人也是觉得还蛮喜欢的 那这个呢 就是团圆跟着我的团一起团购 那它折价呢 买起来大概是一万两千五百块的好价格喔 这听说在专贵是大概快要两万块的商品 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好然后呢 这个我拿我之前买的 就是Gucci的一个九神的小钱包 然后跟YSL这个就是双折的钱包来比较呢 下次大一点点耶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吗 只大一点点 所以呢如果说你是要放一些小背包啊 很小的包包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可以放进去的 那厚度方面呢 其实它也是差不多 只是我这里面白买东西 这个摆东西可能又会变得更厚 好那如果呢 你想要买YSL的钱包啊 皮价 那欢迎加入EVA的折扣社团喔 我都会随时分享就是欧美网购 它各个网站里面什么时候是很好价格 好那如果你喜欢 我今天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就是赞 喜欢 然后订阅 分享 那我们每就是都会上新影片 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今天的影片咯 拜拜